Hello 大家好,我是Encore B2 之前推出的 2023 年 1 月動畫新版懶人包影片 不知道大家看過了沒有? 有動畫新版的相關懶人包影片 當然我亦不會放過遊戲這個領域 所以我就會在 2023 年 1 月遊戲開始 每月開始之前都會整理一下當月的遊戲資訊 並按照推出日期順序 推出遊戲懶人包的影片 不過先戴上我的頭盔 因為手機遊戲和 PC 平台上的 Indie 遊戲 推出日期較為飄忽 加上有些遊戲的消息亦比較隱蔽不易發現的關係 所以今次或往後的遊戲懶人包影片 就未必有齊當月推出的手機遊戲和 PC 平台上的 Indie 遊戲 敬請大家見諒 不過如果我沒有在懶人包影片講的遊戲 而大家有發現相關遊戲資訊的話 大家也可以留言補充一下 好,頭盔說話就講完了 現在開始就進入今次影片 2023 年 1 月遊戲懶人包的正題吧 這個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們一些 ACG 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,加入會員 甚至使用超級感謝功能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也可以支持一十我製作更多於 ACG 文化相關的影片 2023 年 1 月真是可以說給一眾朋友休息的月份來 因為這個月遊戲推出的數量真是相比起過往幾個月 甚至之後的 2 月和 3 月以公開的遊戲情報來看真是好少 首先講一下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推出的遊戲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這段時間是... 沒有遊戲推出的 嗯... 之後就講一下 1 月 8 日至 1 月 14 日推出的遊戲 這段時間推出的遊戲包括有利用RPG 製作工具 Wolf RPG Editor 製作 1 月 11 日在 PC 上推出的 Dragon Loka 龍背上的龍家 像素 Work Light 射擊遊戲 1 月 12 日在 PC 上推出的 Long Villain 同樣都是 1 月 12 日在 PS4, PS5, Xbox One, XXX, XXX 和 PC 上推出改編自日本漫畫家 美田榮一郎創作的漫畫 One Piece 的改編RPG One Piece Odyssey 要在海底興建一座水底城市 迎接海洋生活帶來的挑戰 在 PC 上推出的生存城市模擬遊戲 Aquadical 以上四隻遊戲就是 2023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14 日推出的遊戲 去到 1 月 15 日至 1 月 21 日 即是年 30 晚這個時段推出的遊戲 包括本身之前預定在 PC 上推出 EA 版 即是搶先體驗版 原名 Mirror 2 Project Z 但經歷了一些風波之後 現在在 1 月 17 日推出 並且改名為新星島物語的遊戲 以像素風格從而 90 年代末期印尼鄉村生活的 科幻橫向冒險遊戲 1 月 19 日在 PS4, PS5, Xbox One, XSX, XSS, Switch 和 PC 上推出的 A Space for the Unbound 無銀之心 同樣都是 1 月 19 日推出 知名 JRPG 系列 Persona 系列第三集 Persona 3 攜帶版 和第四集 Persona 4 黃金版在 PS4, Xbox One, XSX, XSS, Switch 和 PC 上的移植版 同樣都是移植版 1 月 20 日在 PS4 和 PS5 上推出的 Monster Hunter Rise 移植版 聖火荷摩洛有名火焰之文章 這個戰略 RPG 系列的最新作 1 月 20 日在 Switch 上推出的聖火荷摩洛 Engage 以上六隻遊戲就是 2023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21 日推出的遊戲 最後就談談 1 月 22 日至 1 月 31 日這段農曆新年時段推出的遊戲 這段時段推出的遊戲包括被人氣稱 Square Enix 版上戲 1 月 24 日在 PS5 和 PC 上推出的 For Spoken 魔咒之地 由日本一開發的 RPG 系列魔界戰技的最新作 1 月 26 日在 PS4, PS5 和 Switch 上推出的魔界戰技 7 同樣都是 1 月 26 日在 PS4 和 Switch 上推出 漫畫改編動畫下日時光的改編文字冒險遊戲 下日時光 Another Horizon 輕鬆休閒向冒險遊戲 Chill Caller 的續作 1 月 27 日在 PC 上推出的 Chill Town 同樣都是 1 月 27 日在 PS5,XX, XSS 和 PC 上推出的 經典恐怖 TPS 類型遊戲的 Remake 重製版 Death Space Remake 1 月 31 日在 PS4, Xbox One, Switch 和 PC 上推出的 海綿寶寶遊戲系列最新作 海綿寶寶 The Cosmic Sick 以上六隻遊戲就是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31 日推出的遊戲 以上就是我 12 月 25 日截稿前整理的 2023 年 1 月推出的遊戲資訊 帶多一次頭盔 因為手機遊戲和 PC 平台上的 Indie 遊戲 在推出日期方面較為飄忽 有些遊戲的消息亦比較隱蔽不易發現 加上在截稿後的時間可能都會有一些遊戲 突然宣布在 2023 年 1 月推出 或者剛才說的遊戲突然會有延期的情況出現 令到影片內的資訊可能會有錯漏 請大家多多包涵吧 另外每月慣例的 5 隻遊戲推薦影片 都會在較後時間推出的 大家敬請期待吧 好,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類型的懶人包影片 或者覺得這次懶人包影片有沒有改善的地方呢? 不妨在留言說說你看完這次懶人包影片的感覺如何 我是安哥B2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